Hello,大家好,我叫Peggy 我是一位全职妈妈,也是新住民 我来自大陆广东东广 我已经嫁台湾七年了 今天我要分享一下 我昨天发生了一件小事情 我很喜欢用抖音 在抖音里面看直播 看买东西 然后我昨天 因为我个人很兴趣爱好的关系 我会想要听一些关于冥想 心灵成长的事 我就进到一个我关注的主播 他正在解梦的一个活动 那解梦的话 我只需要付费的话 就刷一个小礼物 一个小礼物大概15斗币 大概的是1块5人民币 换算台币的话 大概9块台币 我就跟这位主播 这位咨询老师 解梦老师 连线了有10分钟 我大概跟他讲一下 我儿子最近做了一个梦 然后他给我解答 给我一些解答 就我儿子的一些层面的问题 然后帮我提 就是他也理解 作为多子女家庭的父母 是很辛苦的 需要做的一些工作也很多 但是他也鼓励我 我们家庭对小孩的关系 已经蛮够的 这是一个超小的问题 不用担心 我觉得整体的过程都是蛮开心的 然后他听我过程 他给我的声音的回馈 我这样说话慢慢的声音 他还觉得很嗲 很嗲 就是有点像林志玲那种嗲 但是我还没有到 我感觉我还没有到 我只是说话慢慢 他要给我一个评价 说话软弱软弱的 很像福建那边的人 好像台湾那边的人 然后我对这个评价 他有点开心又有点震惊 我相当来说 我震惊的成分更多 因为我感觉我不再是 广东东寡人了 我对我自己的身份 我对我自己来源 感觉有点分裂的感觉 我在这里很清晰的 大家都叫我新住民 叫我哪里哪里的新娘 这样 但是我内心也是很认定 我就是一个广东人 东广人 我土生土长的 被主播这样一说 我是福建人 台湾人 我觉得有点委屈 我不是自豪的 因为我感觉 我丢失了自己的一部分 我不再是我 那个家乡的人吗 我好失落 好伤心 好孤单 甚至担心 我回去娘家 因为疫情关系 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去了 我回去是不是 会被家人念 你的个性大变化呢 我的同学 我的亲人跟我说 你的个性已经有这么大的变化了 以前说话快快的 那个性子急躁的人 去哪里了 这样我要怎么跟他们解释 我也很一脸茫然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点小分享 谢谢你看到这里 听到这里 欢迎给我点赞 跟留言 帮我按小铃铛追踪跟订阅哦 谢谢你 拜拜 拜拜